健康2.0 凯云陪你守护寻家再升级 各位朋友 你自己或者你们家的高年级身 有没有手会抖的状况 其实在我自己身边 很多长辈就有这种手抖的毛病 他们觉得有的觉得是老了 抖了就抖着好像就习惯了 有的人特别担心 这手抖到底需不需要 特别去检查是老了还是病了 像最近像廖小军 他很喜欢写书法 最近又开始拿起毛笔来写 也发现手抖个不停 是啊 大部分人都是小学时候 学书法课之后长大 不会再碰毛笔 那54岁的廖小军 他最近就想跟这个书法老师 重新学书法 他说上一次 他练书法是30年前了 结果这一次上书法课 他把这毛笔一拿起来 我们要悬碗 他就发现 怎么抖得很厉害 然后他因为一直抖 所以就很担心 这是不是自己有点老化的一个问题 还好他的书法老师是有 你知道好 就是安慰他说 没关系 抖一抖 自写得更漂亮 更有风格 手抖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会去讨论说 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54岁 但我们话说这一位 名歌手出身的黄仲坤大哥 他今年已经63岁 你知道吗 他手抖了快20多年 因为他20年前 就发现自己的右手 很明显是右手 抖得非常厉害 而且他的手抖 已经影响了他的生活 各位 你吃饭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拿筷子 对 他吃饭会一直发出声音 因为他的筷子会碰撞他的 碰到碗 对 那他不能喝汤 因为这个汤 根本咬不到嘴边 全洒了 更何况刷牙 根本刷不到 那个牙膏全部都挤满了嘴边 所以他精神科内科 各个科都去看过之后 才发现 因为他当时担心是因为 他爸爸有八经生是症 他担心是遗传 后来医生说 不是你其实是 原发性症症 他有做了脑部手术 现在是康复了 黄仲坤大哥 其实来过我们健康2.0 他就自己提到这一段 他说当时 他真的有一点 社交恐惧症的退缩 不敢去跟别人聚会 你要敬酒的时候 手就一直抖 酒都傻了 然后他连拿麦克风 他都会怕 因为拿麦克风 然后就看到他一直抖 就没办法唱歌 所以后来还好 他找到问题 请问一下刘医师 老了还是病了 老了就会手抖吗 一般来说 我们老了会有一点抖 有时候会有看到 可是有产生这种 病态性的战斗 很厉害影响生活 会比较少见 那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良发性战斗症 其实也蛮多 在门诊也看到这样的案例 这样子 那今天其实他的特色是这样 大部分的进展会比较久一点点 从比较年轻就出现远发性症 有些人是年轻就会开始有 而且另外特色就是说 他双手都会有 双手都会有 而且他大部分都是在动作的时候 才比较容易抖 一般我们有抖的分 就是静止的时候才有动作 他有时候动作的时候 比如拿水杯 拿筷子 刚刚讲到这个 拿书法的笔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抖 然后麦克风 对 会比较容易会抖 那第一个特色是 他并没有其他的身体的状况 那这个重点是说 因为我们常会听 颤抖可能有可能是巴金声 对 他动作起步缓慢 很利落的 非常流畅这样子 就只有在抖这样子 就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 他可能很有一个 明显的家族的遗传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有研究发现说 这些病人 其实很多大部分 家里面其实都有 都有 远发性症状 还是说有巴金声 远发性症状 因为如果我们问这些病人 其实家族里面 有可能有一畔的人可能都有 因为我们这个遗传 是一个显性的遗传 所以随便问 有时候 你的叔叔 伯父 爸妈妈 兄弟姐妹 会不会有 搞不好都会问到 这样的一个病史 OK 所以那一个有关系吗 还是说必须要去治疗 因为像他后来还动了脑部手术 其实一般来讲 如果刚刚说这种老年老化这种 他其实一般来说 是比较没那种明显的 那到这种有病态性的 远发性症状 远发性症状这种 会影响到病人的 本身的生活功能 拿筷子 吃饭 每天都会战斗 那可能就要开始治疗 那当然治疗有分 药物也有分那个手术的 了解 其实原因非常多 我们今天包括了 刘医师还有希妹 会来告诉大家 那刘医师是神经内科 其实我们常听到 巴金森病 过去叫巴金森事症 现在证明为巴金森病 那巴金森病 对你们来讲 比较难治疗 但其他的都有机会可逆 所以你们会要 病人做三件事情 现在观众朋友 一起来做做看 通常会要 大家做什么检测 我们常看颤抖的时候 我们会请患者 在诊间会做几件事情 几个动作 那我们观察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请病人手 镜子可以放在大腿上 或者是说 放在一个镜子的桌面上 我们可以看正常的人 手是不会抖的 那如果我们观察 仔细一点点 这些患者 如果假设是巴金森的人 他就发现说 他镜子的时候 手就会这样子动 单手吗 有些人是双手 有些人是单手 那以巴金森病来说 典型巴金森病 他都是以单侧发病 单丸其他两手都会有 像这样子会这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我们请他做一个 知识性的站斗一个动作 像这样子 手要撑是不是 对 手这样子往前 这样子会这样子 那如果正常 各位可以看看 我手是比较不会抖的 那这些 比如说有刚刚提到 这个良性战斗症 这个原发性战斗症 甚至有些有内科疾病的人 肝不好的人 他有时候会这样这样子 两手 会这样抖 那第三种 我们会做的一个测验 叫做医象性 其实医象性跟知识性 都是动作性的战斗 那医象性就是说 我做某一件事情 那比如说 通常我会整天会请病人 跟我配合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请病人他 自己先 我自己拿出一个手指 假设这个是我的手指 我是病人 这次我是病人 我会这样子去碰 请他先触碰一下手指 来 我跟你 所以就是我要去碰你的手指 接着 接着你再碰一下鼻子 鼻子 对 再接着碰手指 再碰手指 那正常 对 正常人来说 我们观察这个人的动作 在触碰的过程当中 是利落的 是直线的 而且会直接碰到我的手指 那假设如果是有问题的 假设我是病人这样 我会发现说 我碰到快要定点的时候会慌动 碰不准 碰不准 这个手也碰不准 对 也碰不准 快要定点 甚至会打到自己的脸 了解 这是因为小脑的病变 有些小脑中风的人 或是小脑的路径有受损的人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如果检测出来 这些有状况 赶快去找相关的医师 新变的还有哪些原因 应该是说 我们假设说你真的有手抖 我们在手抖很常会找两个科 当然第一个会去找神经内科 但不容易挂 所以很多时候会先到夹一科来 那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很多的手抖 其实可能比较不用担心 我曾经有病人来的时候很紧张 他说他有时候发现自己的手会抖 那其实做了刚刚讲的这三种检查 其实都没有抖 直到他准备要凉血压线 他就开始抖了 看到你太紧张了 对 有些人其实就是单纯的紧张 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在家里 偶尔发生的抖 好像也没有像刚刚提到的是 有时候是静止性的 知识性或异象性的手抖的时候 我们还能做什么自我检测 其实我常跟病人讲的就是观察 观察什么 不是直观察手抖 而是观察当你开始手抖后 有没有合并其他症状 因为我们必须要说 手抖其实有分很多种原因 有一些内科疾病 也会产生手抖的情况 最常听到的是血糖震荡的时候的低血糖 有些人他可能这个血糖 早上吃了药 结果是空腹吃 血糖下降了 他就产生了所谓的 低血糖性的手抖 另外有一种 其实蛮常见的手抖是甲状腺 甲状腺肌能抗静的时候 我们除了心跳会快以外 有些人的表现 就是用手抖的方式来表现 所以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弄手抖去观察 它可能比较像哪一种以外 我也建议你要多观察 手抖以外合并什么症状 你有合并肝不好 你觉得你最近新陈代谢 好像会失眠 你觉得现在变快 或者是你的健检 包括糖尿病出了问题 回过头来 你再拿这些资料 以及内科医师 才能够做综合判断 对 他才能够准确的看 你是属于哪一种手抖 而且其实刚刚提到 如果说有一些动作性的手抖 比方说拿这个茶杯好了 我们正常是这样 那为什么像黄仲坤 他不敢敬酒 因为他会晃 他会晃得很厉害 所以如果在家里头观察到 高年级生有这个状况 赶快看一下他的相关的疾病 或健检报告等等 进一步来确认 还有以这个献民 他告诉我们的却是 跟我们的颈椎 可能有一些关系 对 我分享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些案例 因为手抖也有可能 是被我们颠二关节 还有颈椎影响 因为毕竟手抖 它还是一个神经控制的 一个问题 稳不稳 那神经控制 其实多半是跟颈椎 还有我们小脑 我们小脑所在那个枕骨 我们后脑上这边是有关 而这个区域的骨架的结构 它很容易是被颠二关节 互相的去影响 就被这个颠二关节影响 是 因为那个颠二关节 其实跟我们颈椎第一二节 他们之间是有力学的关系 我们张开嘴巴 其实是靠我们上段的颈椎 当支点的 所以很多一些人 他做过 有的人是口腔或牙科的手术 而有的人是因为咀嚼的关系 而颠二关节有异常时 也会再加重 他原本颈椎的问题 然后又 他颈椎本身又有一些病变 综合其他的化学因素时 也可能造成手抖 或者是手痛的情况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 让那个自己检查 我知道 我自己的颈椎 到底稳不稳固 对 如果是颈椎的话 我们可以先从第一点来开始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会期望一个人 他抬头 轻松抬头 他可以无痛的 脸是可以平行到天花板的 像我可能颈椎臼 有点点僵硬 那如果是低头 低头我们会期望说 你的下巴是可以碰到胸骨的 其实很多人是碰不到的 很多人下巴里 我们的胸骨可能还有 两到三指幅 这代表说我们的颈椎 其实有受限 那第二是念要关系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张嘴 比如说我那个患者 他手抖来的时候 我会进他一张嘴 他嘴巴根本就张不到 两个指幅 以台湾人来说 其实可以无痛的 嘴巴张到 是大于四公分左右 盛美你看 盛美就很标准 你手要放重的 对 你大概可以有 三四个指幅这么多 三个 至少三个 这个应该可以 正常 这个就正常 正常的吃四方 很好 对 如果说你张开嘴巴 是无法塞进两个指幅的话 表示你小于3.5公分 就怀疑你有 颈颊关节的障碍 另外就是说 你张嘴会不会有 两边不对称 这个不对称 从你张开 啊啊啊的时候 会不会下巴 有明显的偏斜 或者是我们把手指头 放在我们耳朵前面 我们在张嘴的时候 会有两颗骨头突出来 那是我们颈颊关节的 颗 往外突 很多人他有障碍时 他突出来 怎么一边有突 一边没突 这就代表说 他的颈颊关节 已经有一边有沾黏了 所以说以上 有三个情形时 就怀疑说 你有颈椎跟 颈颊关节的影响 如果又合并 手抖时呢 除了神经内科的 一些常规检查 我们还会再 搭配治疗 这边的结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都不是单一 影响你手抖的原因 手抖的原因很复杂 我们就是要 各别的去 去鉴别诊断 好 所以如果以中医来讲 是伤科的整腹 用整腹的方法 把它归位吗 是 我们会用比较柔性的方式 因为颈颊关节 头部这边 以轻巧为主 骨头都是以 被筋膜的沾黏为主 通常在针灸上 先以筋膜 把它松结完 我们会再戴手套 进去口腔里面 做一些调整 了解 所以包括针灸 然后包括 伤科的整腹等等 这些提供给大家 作为参考 主要是让大家 做一个判别 去除最可能的原因之后 如果真的有 比较麻烦的 至少可以把它 给抓出来 做相关治疗 广告之后来看 刚刚提到 不论血糖高低 其实都可能会发生 一些神经性的病变吗 血糖低会手抖 那么长期 神经性的病变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马上回来 你应该看过 你应该看过阿甘正传吧 那么汤姆汉克斯 大家很熟悉 从他比较年轻的时候 但最近的新闻 大家看到他 宣传电影为他高兴 但他有一个动作 却让大家有点担心 对 因为汤姆汉克斯 最近完成这部电影 叫猫王艾维斯 他在里面不是野猫王 是野猫王的经纪人 这部电影 最近在全世界各地 做宣传 他在澳洲这个记者会上 大家注意到一个点是 他要上台致辞的时候 先是用右手拿麦克风 可是手一直不住地抖 而且很明显地抖 他自己也注意到 当然太明显 他就换左手 但是左手也抖很厉害 之后他干脆两只手 包住那个麦克风 你会觉得他 不论怎么样握住那个麦克风 麦克风感觉都要飞出去了 所以整场记者会 大家担心就说 66岁的汤姆汉克斯 你还好吧 怎么了 怎么会抖得这么厉害 大家知道他过去 曾经自己开玩笑说 我就是懒惰的美国人 不太忌口 所以他本身 有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因为这个状况 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也发现 他其实身材是没有控制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 他有在严格控制一些饮食 他有规定自己 每天一定要运动一个小时 所以最近他在露脸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瘦蛮多的 对 从这个 你看你胖胖的 然后这边瘦下来 有瘦下来 精神 对 所以是有控制了 好 讲到糖尿病 其实在台湾好多患者 至少230万 还有更多人根本不知道 自己有糖尿病 或者是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手抖 你刚刚提到血糖低 是不是 对 通常都是在这个个案 已经知道自己的糖尿病 并且这个糖尿病 可能是控制的 没有那么的妥善的时候 第一种叫做什么 它是一个比较 当你的糖尿病 已经攻击到你周边神经 让周边神经 开始出现比较顿的状态 我们常常把它形容成 很像一个手套 戴在你的手上 所以它摸东西会变得顿顿的 它会觉得好像 没有办法像我们过去的触感那样子 你摸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 它会像这种脚出现 还是手出现 手跟脚都可能会出现 对 那它就可能出现这种手套感 这种时候通常都是 你已经糖尿病 影响到你的神经 是属于这种比较不可逆的状态 第二种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低血糖的手抖 它就不一定了 有些人可能是 他用药的时候 其实医生有特别有一个医嘱 是要先吃完饭三的用药 可是你想说 那我就不吃饭 我就直接用药 所以导致的低血糖 低血糖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手抖的状态 但是这两个都已经 通常是在有用药 或者是疾病比较严重 糖尿病如何再更早一点点 我们就可能会先侦测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异常 我是不是应该去 赶快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糖尿病 可以及早治疗 我们发现说 糖尿病在前期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血糖 比较容易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 我们常把这个名称 叫做血糖震荡 像大家云瘦飞车一样 像大家云瘦飞车一样 通常这种血糖震荡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就会随着它高跟低 感受到不同的事情 例如它低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比较想吃甜的 因为我觉得我吃甜的时候 应该就会让它变高 我的身体的感觉 这样会比较舒服 所以是甜性 第二个吃完饭后 正常的血糖 会慢慢的下降 慢慢的上升 它吃完饭后 血糖一下子掉下来上升 这个过程会有疲倦感 所以有些人 他就吃完饭后特别明显 每次的累都是吃完饭后 而每次吃完饭后 如果我再吃一点糖 我人就好了 这种有时候听起来像是 一个你的生活习惯 有可能他就是糖尿病的前期 我曾经有一次就在节目上 就要分享这件事情 就有一个大概40岁 40出头岁的女性 年轻女性 瘦瘦的其实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糖尿病的风险因子 他就默默的告诉我说 他其实真的很喜欢吃甜食 然后他每次吃饭饭后 他就会觉得很疲倦 跟我要求说可不可以来做一些 跟血糖胰岛处足痕 或是糖尿病前期的检查 一开始我就拒绝他 我说你的身材真的不像 可是因为他说了非常多次 这个困扰 真的造成他很大的困扰 我想说好吧我就验一下 没想到他真的是 我们正常人的血糖 最理想是90以下空腹 它是110 你说110他有没有到糖尿病 没有 因为糖尿病是126 但是110确实是属于 血糖偏高的一个状态 后来我们才去问 这么瘦的人怎么会有这个状态 跟饮食有很高的关联 他维持身材的方法就是 他基本上吃东西吃很少 他只吃可以让他维持饱的状态就好 所以吃什么 手摇饮 蛋糕 面包 他觉得只要能吃一口 他能够饱 他就不会再往下吃 就是高热量然后低营养的 而且对血糖震荡很大 对 所以让他虽然看起来瘦瘦的 可是其实已经是糖尿病前期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饮食习惯 包括汤姆汉克斯 因为很多人就是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就是你吃出来的 包括你肥胖 包括你饮食新冠 可以改真的赶快改 刘卫士 因为不改的话 不管血糖高跟低 他对于神经上的攻击会是怎么样 当然刚刚有提到说 长期糖尿病的人会攻击 我们周边神经 手脚的部分 但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如果假设说您的低血糖 或是高血糖的时间过长的话 像我们有时候在病人 也会有遇到这样在急诊室的病人 低血糖很久了 最常见比如说长者 可能他有失智症 或是忘记吃药 或者说他打完胰岛树 忘记了又再打第二次 非常低血糖 过了一个晚上 被家人发现 已经昏迷可能很多小时 他送到医院 其实基本上脑部就造成 不可逸的受伤 好可怕 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 血糖过高 血糖过高的人 其实一般来说可能 初期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后期的话可能会 比如说加上他缺水分 有些感染等等 也会陷入昏迷 好像这样的病人 其实对脑部也是 有不可能的伤害 甚至会陷入昏迷 在台湾原本就有 230万的糖尿病患 我想不管中医或西医 都看到很多 可是现在更麻烦了 因为国外的研究 一直在提醒大家 新冠确诊在台湾 已经太多人了 现在数字600多万 问题是如果加上黑数 搞不好早就已经上千万 超过1500万左右 这些人 他的血糖容易受影响 我必须说糖尿病 跟COVID-19 有一种不可 就是很复杂的关联性 过去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假设今天 都一样得感染 这个COVID-19的两个患者 一个如果你罹患糖尿病 一个没有是健康人 罹患糖尿病者 他似乎他的症状 来得比较严重 这个关系 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被大量讨论 跟就会特别提 比如说以前在打疫苗的 第一批人就是 有糖尿病患者 你就是适合打疫苗的人 后来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得了 我们开始讨论下一个议题 叫做常新冠 提到常新冠的时候 多数的人 他其实会想到什么 疲倦 脑雾 但是要小心 我们发现常新冠 似乎还有一个病 就是糖尿病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国际上蛮有名的 Lanson的研究 他其实研究了18万人 他发现说 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未来罹患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的机会 风险多了38% 如果说你这个感染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感染 比如说你曾经在交互病房 你的风险是多了276% 那不是住过交互病房的人 其实真的就是糖尿病候选人了吗 对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糖尿病 他也发现你未来 在使用糖尿病的药物增加 其实变相就是指你的糖尿病 控制的变得比较不好 那至于为什么这个新冠 到底跟糖尿病 有什么关联性 其实就有很多专家 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中有一个被比较多专家讨论 并且同意的就是 在胰岛素里头 其实就有我们之前 新冠提到的ACE2 receptor 所以因此当你在感染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只是感染肺 它也可能会去攻击你的胰岛细胞 而导致你的糖尿病 这个跟胰岛素控制 很有关的东西 因此就失衡了 所以我们其实会说 以前都说新冠后 你就注意有没有平均 有没有脑雾就好 其实不止 可能三个月后 你要做一次健康检查 确定一下自己 有没有得到糖尿病 不只是测血糖 更要控制血糖 所以如果以中医来讲 哪些血位可以帮忙 对 其实血糖 要加不难 稳定血糖又更难 因为我们是的 要打了真血糖就会降了 但是如果那些药效过去之后 血糖阳奉阴微 在那边血糖震荡 对心血管的负担 其实是更大的 研究有显示 有两个穴位 有降血糖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我们在图表上面 这个是中管穴 中管穴 它跟我们的 其他甲穴位相比 如果是在你 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去刺激它 它可以有显著的 去降低血糖 那中管穴怎么找呢 其实是在这个部位 我们首先先找到自己的胸骨下 溅突的部分 溅突 溅突的部分 那第二个点呢 是在我们的肚脐 我们找到自己肚脐的位置 中管穴其实就在这两个点的中心点 对 就在这个中心点 那如果我们在原本的治疗之下 来搭配穴位的按摩 会帮助它去稳定血糖 那通常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血糖最容易波动的 其实是饭后 我们血糖最高的时候 所以我都会建议患者在放后的时候 要按着自己的那个中管穴 或者你贴个穴位贴浓卵包都可以 再持续给它做一个按摩 一个物理性的刺激 大概20到30分钟 可以协助它去 好 如果以这个研究来看 大家看这个柱状图 真中管穴是146血糖 然后就降下来了 但你看如果是真其他的穴位 这只是真中管穴附近的 假穴位的话 基本上血糖是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图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就在吃完饭之后 30分钟赶快按中管穴是有帮助的 除了中管穴还有另一个穴位 也有同样的效果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竹山礼 它跟中管穴其实都是跟脾胃有关的 它跟稳定血糖有关 那它的找法是在我们的小腿上 小腿上 我们就借用一双美腿 在我们的膝盖 边外侧的膝眼 就是在我们凹窝的地方 我们往下四个指幅 四个指幅 在这一个高度之下 我们往内 在我们颈骨的那个尖端 往外再一个指幅 这其实是在我们的颈前肌 肉后的那个地方 OK 持续地去吃一这个穴位 再搭配中管穴 两个加成对血糖 稳定效果是蛮好的 好 那饮食方面 我们请到雷神主厨 雷师傅要做的料理是 我要做的这道是 古法铁板豆腐 他们说这个热炒店必点 但我做的是进阶板 不要给我说是热炒店 雷师傅刚睡醒那件事情 已经很久了 首先我在锅子里面 放大量的 要多一点的苦茶油 因为我们其实一般来讲 都会用炸豆腐的方式 那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用比较多一点的 苦茶油 去把这个豆腐煎香 那我现在采用的 这是木棉豆腐 那这木棉豆腐 我们要把它水分吸干 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做铁板豆腐 把水分吸干之后 豆香味才会跑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把豆腐的部分 而且不然也会喷得很厉害 对 我们要顾及我们的脸 对 你是靠脸吃饭 对 靠脸吃饭 好 我们现在把豆腐 都一块一块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把它做一个 煎炸的一个动作 然后放一个煎炸的一个动作 那我今天也准备了 非常多的一些配料 我有准备了白苍鱼 然后四季豆 还有一些蔬菜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豆腐的部分 都把它放进去 好 我想问心妹 这道菜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刚刚提到说 稳定血糖 或者是让大家不要吃太多 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其实雷师傅这道菜 用了一些比较蔬菜 豆制品 很多绿色蔬菜 甚至还有坚固 其实这里头让我想到一个矿物质 叫做铁 矿物质铁 为什么 其实矿物质铁是一种 它在有一些研究上发现 它对糖尿病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而且满有趣的 它发现铁这个矿物质的摄取 刚好跟糖尿病呈现负相关 还有剂量相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吃这个含铁的食物越多 我糖尿病控制的就会越好 然后更多它控制的更好 平均统计出来是 假设你每天含铁100毫克的食物 你的糖尿病的风险会下降14% 但为什么我们说 铁到底应该在怎么生活上 这个摄取到 基本上从土壤长出来的都有 所以比如说蔬菜类 蔬菜类比如说绿色蔬菜类 基本上都有铁 第二种我们说 假设你要特别补充铁 可以刻意去吃的就是坚果类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腰果好了 腰果100克 其实大概有292毫克的铁 比如说我们建议一天 可能100毫克对身体 其实就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了 那我们通常会建议说 拿一个汤匙去吃这个 8到9颗的坚果 不能吃太多 对 8到9颗的坚果 大约就含有80毫克的铁 所以换言之假设 你吃了一小把坚果 你又吃了很多的深绿色蔬菜 你就会摄取到 对血糖有帮助的 这个矿物级美了 刚好 接下来越来越冷 大家一定会很容易嘴馋等等的 在这个时候好好调整一下 让自己美一点 对 让自己健康一点 对 好 那我现在把豆腐 把它弄到金黄酥脆之后 稍微把这个油把它倒出来 把油倒出来之后 我们先把豆腐放到旁边去 让它旁边去去给它煎制一下 利用锅子的这个油 我们现在先把洋葱跟蒜头 要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去给它做一个 炒香的一个动作 把它放进去之后 那接下来放蒜头 对 你今天准备的鱼是什么鱼 白苍鱼 白苍 把它放进去之后 先把蛋打进去 先打蛋 打蛋 把蛋香味把它炒出来 蛋香味把它炒出来 所以雷师傅说 这跟热炒店不一样 热炒店不一样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之后 把蛋炒香 接下来把鱼也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一样 在锅子里面 稍微把它做一个停留 OK 那我们现在在炒香的同时 我已经有把这个 四季豆的部分 稍微去把它做一个 跑过那个 过一下油 过一下苦茶油的部分 一样的把它放进去 一起去给它做一个炒香 好 OK 好 那我们在炒香的同时 接下来我们要把 番茄的部分也把它加进去 颜色好丰富 对 我们把它放进去 这样去把它做一个翻炒 好 那蛋的部分有没有闻到 蛋香味跟鱼的香味 都已经出来了 有 对 那很香 那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一个调味料的部分 放进去 首先燕麦酱油的部分 让淋上去 这个把它放进去之后 一样在锅子里面 稍微让它停留一下 其实光这样炒 都是一道很棒的菜 对 像有点像那个什么 我们打泡猪那种 盖面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为你 放进去 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香味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豚骨高汤放进去 好 放进去以后 一样在锅子里面 去给它做一个 拌炒的一个动作 好 好 拌炒的同时 我们现在要把豆腐 放下去 去给它做一个煨煮 豆腐还要煨 大概要煨多久 我们大概煨个一分钟 就够了 因为我们现在 在煨的同时 我们要把 我们的这个 莲藕 莲藕粉 莲藕粉的水 来勾芡 来勾芡 对 勾芡 稍微给它喂一下 那有点浓稠状出来 这道菜 这样子我们把它煨煮之后 翻一下 现在这道菜就已经OK了 然后最后是放上铁板 再把它热一下 就变成我们的铁板豆腐 照顾雪糖的料理 试试这道古法铁板豆腐 以富含美元素的豆腐 取代米饭 与多种蔬果与腰果 一同入口 吃得饱足 雪糖也不会节节飙升 光说我来看 如果你身边 家人常常做噩梦 小心 居然常做噩梦 尤其是男性的话 国际研究 可能罹患巴金森病的 几率比较高吗 马上回来 手抖的原因非常多 但如果是巴金森病的话 其实除了手抖 还有一些其他外观 也看得出来 对 被媒体封为抗疫天王的 柯四海 他就是典型的 巴金森病的四旗 说话会不清楚 然后会手抖 然后走路也不协调 可是2021年记者 在看到他的时候 状况有好一些 他的说法是因为经常会运动 讲到手抖 大家就想到了 我们的国宝演员 顾宝明 他是71岁的时候 心肺衰竭过失 过去他就曾经是因为 手抖得很厉害 但是医生去帮他判定说 是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他也因为 透过中医针灸 其实恢复得蛮好的 所以不要以为 就是巴金森病 因为可能的原因很多 医生如果以你们来看的话 病人走进来 你大概就知道 是不是 对 刚刚讲到 这个手抖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 我们会请病人 或患者 去画一些图 那我们就可以 简单区分 他那个手抖的原因 对 那我们如果看这张图 像一般来说 我们会请他 画一个像蝸牛 同心圆这样的一个图 就像左边这个 它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看那个距离 每一个走的距离 都是同等的 一样而且是蛮大的 那我们先自己画一下 然后请患者去帮忙 一起画这样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个巴金森的患者 因为刚刚有提到 巴金森的人 一般说他会手抖 另外的事情就是说 他会缓慢 会僵硬 所以他画这个图 会小小的 他动作非常小 有时候甚至越 我们其他 你画大一点大一点 结果其他越画越小 就像中间这个图 那一般那个 良性战斗症 或者这个所谓的 原发性战斗症的病人 他画的图一样大 只是我们看的 就很明显了 他只有抖动 过程是抖的 OK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说 那个巴金森的患者 只要走进来我们诊间 有时候我们就 基本上很快就会看得出来 这是巴金森的患者 那有几个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会发现说 手部的症状 第一个他会手抖 很多巴金森的患者 其实他是 以单侧发展为主的 就是说一边会比较严重 一边比较轻微 但很厉害的人 他两手 所以我们发现说 他手会像这样子 慢慢有点像数钞票 这样的站斗的感觉 这个频率大概 一秒可能 差不多三到五下左右 像慢慢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 请他走路的时候 我发现说 他的手脚的 手的摆动的距离 是不太一样的 像这一边 是比较严重 巴金森这一边 他手的摆动的距离 就摆得比较小 幅度比较小 好像这个正常 他就摆得比较大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观察他走路的 脚的部分 巴金森的人 除了姿势会稍微这样 有点驼背 就像柯次海这样子 有点驼背 有点像驼背 有点像往前 有点驼背 手因为姿势非常僵硬 动作很缓慢 所以他会有点像这样子 有点像这样抖 甚至小小步 叫小碎步 小碎步这样 但因为小碎步有时候 他就突然间变成快碎步 我就往前就跌倒了 所以这几个 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有时候问一句话 给人有的时候知道 你觉得他表情 跟以前有没有一样 表情 对 他比较不微笑 不眨眼 比较僵硬 比较扑克脸就对了 扑克脸 很像扑克脸 一般我们眼睛一分钟 可能会扎 因为我们滋润眼球 大概可能三到五次不等 巴金森患者 其实一分钟 有时候我们去统计 一下都不扎 真的啊 就是很僵硬 就这样子 所以从表情 肢体语言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巴金森病 他真的是不好治疗 目前是比较麻烦的 有没有办法前期知道 像国外最新的研究 其实有一些前期的症状 确实是我们现在 也一直在讨论 例如像便秘 嗦觉异常 有些人会有情绪的问题 有一个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研究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做噩梦 做噩梦 其实在英国国家的 这个研究院 他们曾经就 发现了一个状态 他就说 好像有巴金森症症的人 平均有16到17%的人 其实有做噩梦的状况 其实回座起来 10个人可能就有一个 因此Lenssen里头的 一个临床医学 他们就真的 针对这件事情 去做个比较 在大型跟时间很长的研究 他总共捞了 3000多个 美国的60几岁的男性 独居男性 总共观察了7年的时间 在这7年里头 其实总共后来 有91个人 是最后罹患了巴金森症 他就去讨论说 做噩梦到底 跟他有没有关联性 他们的结论是 每周做大于一次以上的噩梦 你得到巴金森症的风险 会多了两倍 甚至如果你把这个研究 再回溯到 他发生这件事情的 前五年来看的话 他的机会是大了三倍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说 觉得答案就是说 是不是做噩梦 就直接一定等于 你会得巴金森症症 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3000多人里头 其实也有300多人 是真的就被统计 一直在做噩梦 也不是这300多人 全部都得了巴金森症 这300多人 也只有十几个人 是有得了巴金森症 所以其实不一定是有关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 的关联性在睡眠障碍 因为很多巴金森症的人 他其实前期会出现一些 便秘 睡眠障碍的问题 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说 根据的这七年 等于在前一段 前五年到十年时间 已经出现了一些 稍微的一些前兆 只是你把他当成是恶梦 而没有发现他 好 是没 你婆婆就是这样 对 因为我婆婆 会做恶梦 她是典型的糖尿病 后来巴金森症病 然后她在其实发病之前 经常做恶梦 而且她做恶梦会大喊大叫 那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关联性 这样听起来 恐怕就是一个前兆 对 她这个是在2022年 就是今年发表 最新最新的研究 那大家觉得好奇 到底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做恶梦 你看到的病人是这样吗 对 其实这个巴金森 我们刚刚提到 大部分关 她的重点都在于 运动方面的症状 譬如说像手抖 动作缓慢 僵硬等等 其实目前有很多研究显示 除了这些动作障碍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 非动作的症状 那刚刚有讲到 这个非常典型 就是说叫做 这个非快速动眼期 快速动眼期的 这个睡眠障碍这样子 那我们常常就问患者 诊断半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问他 有没有在以前 你的诊鞭人 会不会告诉你说 会有睡梦当中 有大吼大叫 他会叫出来就对了 一般说我们睡眠都是不会 但是他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那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有提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便秘的问题 那我们教育其实便秘 其实我们很多 肠子的这个 我们说是人的另外一个脑 肠子这个地方 有很多神经元 跟大脑是相通的 那这个肠子的 其实早在发病前的几年前 这些病人 都就有这个便秘的状况 所以回溯起来 问这些半生的患者 好多人都有便秘的问题 那睡眠便秘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讲到情绪 忧郁症这样子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睡眠的一个 巴金圣的非动作 安安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鼻子不灵光 是 嗅觉不灵病 那说不灵病 我们很常也问病人 很多年前鼻子就不灵光了 那甚至国外有一些 甚至国内 也有一些测试这个 病人的嗅觉的一些 来当作辅助 巴金圣诊断断的一个工具 因为大家知道像确诊 有的人会失去嗅觉味觉 就是因为脑部 有一些受损或发炎的状态 或许在那个时候 脑部就有问题了 你看在当中告诉大家 非动作性的 其实这些症状更早出现 可能50岁才发病 但他30岁会怎么样 开始出现便秘 开始出现嗅觉异常或不灵命 可能没有到失去嗅觉 但是不灵命 40岁手舞足道的梦 就是梦的时候会喊 会拳打脚踢 这跟我们一般做梦是不一样的 就要特别留意了 那黄医师 现在其实很多的研究 包括刚刚也提到 科斯海他经过运动之后 让他的巴金森病变得比较好 那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其实包括巴金森病 有在内一些对平衡功能 有障碍的患者 其实都可以借由太极拳 来帮助他的平衡 对 因为太极拳 也要有助于帮助我们核心启动 让我们稳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大家打太极拳的时候 几乎都会蹲到膝盖痛 对不对 对 跨马步 对 可是其实核心 不是蹲出来的 核心是夹出来的 夹出来 对 因为其实许多人 观察他可能自学 所以他其实都只记得要蹲 然后大腿内侧不知道要夹 那这个 因为我们真正的核心 其实从骨内侧肌 引发我们的深前线 开始 所以大腿要夹 才能引发我们核心启动 各位朋友站起来试试看 你现在大腿夹 你会觉得真的肚子有比较用力 对 没有错 而且肚子也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让他肚子越大的人 走路就会越来越开 因为他内侧的肌群 一直在退化 所以说我们都会请患者说 你如果自己有来练太极拳 很好 那你试试看 拿一个小球或者是枕头 但大腿内侧引发你 有微微夹的动作就可以了 对 不用太用力 微微夹就好了 那这个夹呢 如果你有帕金森氏的病友 他可能我们夹着的时候动作小 然后再慢慢的去练 起誓跟匀手这两个 左右回旋的动作 尤其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 他的方向盘好像坏掉了 然后左右转不太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他夹 然后缓步的 让自己手放在前面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 首先夹着手 慢慢的一个小幅度 左高右低 绕一个半圆 然后再换 右高左低 身体微微的去左右的 左右的去转动 那如果动作再大一点的话 就像是太极拳的匀手 再把动作再大一点 好像拿一个镜子 照一下脸 然后放下 再回来 脚步也可以夹着去 往左边做挪动 往左边做挪动 左手高的时候 就是往左边移动 那右手高的时候 就脚缩回来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夹住 也比较不容易伤膝盖 那这个动作一定要慢 因为这些就是 动作控制的问题 它比较像是一个人 好像变成 突然变新手开车 我们新手开车开 都不知道 哪边会撞到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做 它比较能去训练到 我们这个小脑 跟神经的控制 所以慢练 它对于动作控制 反而帮助比较大 那如果没有练的过程 它现在看电视 只是脚夹着 夹着一个球 有帮助吗 也有帮助 其实等于是 把内侧的肌群 把它养成习惯 也会有帮助 如果能够 在这个夹的动作 引发更多 其他肌群的运动 对于你小脑的训练 会特别的有印象 好 所以打太极 对于巴金森 并是有帮助的 那黄医师提供大家 脚用夹的方式 然后动作 尽管小小的没关系 开始慢慢训练 会越来越好 广告之后来看 这也是一个最新的研究 有一种食材 中药当中常常用到 我们传统一直以来 都有用的 它居然对于巴金森病 也有一些所谓 让大家可以变好的情况吗 马上回来 巴金森病不好治 但是现在研究 最新都要做艾草上面 可以帮忙 蕾师傅这一道怎么做 我今天要做的是 圆融艾草米糕 那我们艾草的部分 已经有用这个五谷炸凉饭 稍微把它煮熟了 那艾草一定要泡过水 像我们这样 应该泡过水 OK 那我们现在 先在锅子里面放一些芝麻油 把这种放进去之后 因为我们要做米糕 跟油饭有一点雷同 所以我们的芝麻油 稍微要放多一点点没有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 把这个虾米的部分放到锅子里面去 就要做一个拌炒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干香菇 把它放进去 好 还有就是精华火腿 来 我们要跟各位讲 精华火腿没有煙熏过 所以它不会有问题 很多人会说 你这节目上用精华火腿 精华火腿是发酵性的东西 它不是腌制 一个发酵性的东西 所以精华火腿发酵 大概要八个月以上 所以它也是好东西 所以我们把精华火腿 给它放上去 放进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五香粉 五香粉放下去 把它做一个拌炒香的一个动作 整个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 米糕饭给放进去 米糕饭我们在健康点节目里面 已经几乎都全部 使用这个五谷炸凉饭的 没有在用糯米的 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个米饭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去 等于大家在煮五炸凉 或者你在煮米饭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爱草的味道的话 其实也可以 煮的时候就加进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个地瓜的部分 蒸熟地瓜 把它放进去切块 一样先给它做一个拌炒 先把这个所有的食材香味 把它拌进去 还记得一件事 我们刚刚香菇 虾米这些东西 放到锅子里面 是让它把整个味道 吃进去这个芝麻油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去 吃进去芝麻油之后 再把它放下去炒 整个味道 味道就会更香 才会融合 OK 那我们接下来 原来讲 先把它放进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爱草呢 其实今天健康2.0 都提供最新的研究 包括刚刚说 长期做噩梦 全打脚踢 吼叫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 脑部是不是有一些状况 爱草也是最新的 今年发表的研究 对 这年我听到 也都觉得蛮惊讶的 它其实是发表在一个 还算是这个 辅佐性医疗的一个 蛮知名的期刊 叫做植物医学期刊 它其实是台湾的 花莲慈悸医院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其实主要是 针对小老鼠 它就观察说 如果我们今天用爱草 去做小老鼠的治疗 它的八经生症 会不会得到改善 在学历上来讲 它是说利用爱草 去清除我们脑部的 立腺体中的自由基 减少它的一个退化 但是如果从临床上 就是从小老鼠的表现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头分享的结果 它说因为八经生症 它跟运动是有关的 所以小老鼠在滚轮上 它可能持续的时间 是不够久的 然后当它开始服用 爱草萃取物之后 它开始比较可以 在滚轮上 就是做动作的部分 可以做得比较流畅 虽然这个研究 目前还是在动物的阶段中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平常 有在吃这个爱草入菜的话 不妨就把它当作是一种 食料的方法 对 当作有食料的选择 也是不错的 好 刚刚雷师傅 就在我们这个蒸笼的底下 你放了一些爱草 那些爱草是干的 然后泡水之后 放在最底层 放在最底层 然后让它整个香味 是有办法冲到这个蒸笼上面的 好香 对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就是要开始去给它 做一个蒸的一个动作 其实煮五谷炸凉饭 有一个像我现在有这种蒸笼的话 我盖上这个锅盖 盖上这个蒸笼盖 是水不会滴进去 整个这个米糕或油分 会很干松 如果你家里面 没有像这种蒸笼的话 请你在这个米饭上面 放一片吐司 吐司 放一片吐司 真的喔 对 它整个你的米饭 都会变得很干松 所以它的水 吐司就会帮我们吸水 对 它变成很Q很好吃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小笔笼 教大家怎么做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在锅子的这一端 我们一样是把 这个硬加果油的部分 把它放上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雷师傅好认真 这已经是第三个锅子了 刚炒米糕 不是这个锅子 现在是放在底下 烧蹦蹦的 我的脚都感觉到热气 然后第二个锅子蒸笼 第三个锅子现在要炒亮 是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把北海蛋糕的扇杯 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之后 那它微微的在锅子里面 去给它做一个加热的一个动作 那一样我们现在在用硬加果油的同时 我们把这个口脊的部分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在锅子里面 稍微去给它煨煮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其实我们就用冷锅冷油的方式 把这个扇杯的部分 稍微去把它煨煮 让它香味的更十足 而且我们这个扇杯里面的汤汁 不要浪费了 不要浪费 我想艾草其实大家最常听到艾灸 然后艾条 中医用很多 就中医来讲 艾草到底有什么帮助 其实艾草就是中医里面讲的 血管的暖暖包 真的啊 不管是它外用做艾灸 或者是它煮汤 里面的那些萃取物 对于改善我们生成血液循环 都是有帮助的 其实中医认为说 只要血管收缩起来 就认为像进过冰库一样 我们就有寒气 血脉有寒气凝制 这时候我们非常常用艾草 所以说其实 不管尤其是女性 女性有这种情形 多半是复刻的时候 比较子宫 骨盆腔生成的这些地方 血液循环差 都会常常用到艾草 而在帕金森的研究中 因为一般来讲 神经相关的问题 跟血液循环 一定是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我认为 它用艾草的萃取物 是有道理的 OK 所以用艾草萃取物 好 雷若你刚刚最后加进去的是 我们这样子 我们刚刚有加了一些 蚝油下去 刚刚我有加了那个 看到红红那个是红酒 红酒 对 把红酒放进去 最近雷师傅都喜欢用红酒露菜 对 我都用红酒露菜 最近用红酒露菜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带领一些 流行的饮食的部分 就是都把它走到最前端 流行的健康饮食 对 就像凯云讲 我们用艾草来露菜 以往在别的节目 可能也很少看到 所以我们都带领大家 做最新流行的一些健康资讯 所以我们你看 我们在做这种三蒸海味 也可以吃得美味 好 OK 我们现在把这个 扇贝的部分 把它关起火炎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 米糕饭的部分把它拿起来 有点烫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花椰菜 跟扇贝放上去 我们这道就完成了 用艾草露菜 推荐这道圆龙艾草米糕给你 艾草帮助清除体内废物 助于神经细胞正常运作 传统料理也能吃得健康 真的是要餐餐吃得健康 先美 你告诉我们 我们先讲手抖 如果真的发现家人有这个状况 大概先看哪一颗 第一件事情 你还是要先鉴别一下 你是属刚刚讲运动型的 静止性或是指向型的 第二个可以先问一下 家里有没有像的病史 第三个看一下病例 如果有糖尿病甲状腺 看一下一颗 如果没有的话 要去看神经内科 好 所以如果有甲状腺 跟糖尿病的话 就是去把这个病给治疗好 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了 我们都希望 大家的双手 可以助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管是敬酒 或者跟别人握手等等 日子够得更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